HELLO 大家,歡迎來到加點擊拿棒的影視秀單元,我是寶妮 每個禮拜四的晚上都會為大家帶來當週值得關注的影視小型 大家都知道現代人都有一種政治正確的強迫症 所以很多過去看起來沒什麼問題的電影 搬到現代來看都會覺得好像有哪裡不太對勁 那在整個女權主義盛行的文化之下 以前的迪士尼公主電影以現在的標準來看 確實很多是有為女權精神的 像是灰姑娘靠嫁入豪門來翻身 還有貝爾她愛上綁架自己的野獸等等的情節 那最近忙著宣傳胡桃千與奇幻四國 在片中飾演唐梅仙子的奇拉奈特利呢? 雖然她自己也曾經演出過迪士尼經典IP神鬼奇航 但是聊到迪士尼電影 她卻表示她禁止自己的三歲女兒看仙女奇緣和小美人魚 因為牽著等著有錢男人來拯救自己 或者為了男人放棄自己的聲音 她覺得小女孩不應該模仿 那確實過去的迪士尼公主電影常常都會有不太好的訊息殘雜在裡面 所以在最近的《無敵破壞王》2個預告裡面 迪士尼也有稍微是草底下的公主 總是要等著男人來拯救自己這件事情 就只希望到時候電影可以幫公主深淵啦 而話說我個人並沒有因為喜歡迪士尼公主電影就價值半偏差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比較有在對奧斯卡的人應該都知道一部電影和演員能不能拿下小驚人呢 得先進入一連串片商操作 光是入圍就可以綜合很多條件和因素 甚至有時候一部電影如果有超過一位男主角或女主角 為了要增加得獎機率 片商會把原來是主角的演員登記為配角申請入圍 那最後他就得獎了 那今年獎機強作裡面有相關爭議的就是Yogo Nathimos的《日愛》 這部電影在影展應後表現非常好 演員的演出非常被看好入圍奧斯卡 但是這部電影的三位主要演員 Olivia Coleman, Emma Stone, Rachel Weiss 都有一些入圍呼聲 同樣也有複數主角的問題 終於在最近發行這部電影的服飾探照燈 決定派出Olivia Coleman來角逐這一屆奧斯卡最佳人 女主角 各位,這意味著這一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入圍名單已經稍微可以看到一點雛形了 現在除了有Olivia Coleman之外 還有一個居前誕生的Lady Gaga 那其他呼聲很高的還有宿願的東尼克來地 寡婦的Viola Davis 甚至年底的Mary Poppins裡面的Emilic Blount 也有機會入圍 就讓我們期待這部獎機之後誰會跑在前面吧 《復仇者聯盟4》終於在最近殺青了 那除了導演羅蘇兄弟PO了一張殺青的神秘照片之外 我們的美國隊長Chris Evans 他也發了一則非常感性的推文 跟這個角色道別 他表示能夠陪伴這個角色巴女非常榮幸 所以這則PO文基本上就是在告訴粉絲 在《復仇者聯盟4》之後 隊長的故事也會跟著結束 但是一些比較敏感的粉絲呢 就覺得Chris Evans是不是在爆雷這一集 美國隊長會死掉 那最近呢 他終於跳出來誠心這件事情了 他表示他自己絕對不是在爆雷 以下就附上一段他的說法 我要澄清一下那個真的不是雷 不管這集的結局如何 我大概都會說一樣的話 電影殺青真的是非常讓人感性的 那增加近10年的時間 22部電影的總結 總之那則推文就只是單純在分享 他拍攝最後一天的激動心情 和粉絲分享 那其實Chris Evans 私底下也是走一個 非常真信心的大男孩入線啦 他的推文每一則都非常的正能量 不幸的人呢 來我們來念一下他在10月11號那天的推文 和一些很酷的朋友玩在一起 一起看《時鐘艦》 準備前往迪士尼樂園 喔 烈英宅宇宙成型至今已經有五不定 但是目前在評價和票房上都雙雙成功的呢 只有烈英宅第一集和第二集 那可能是意識到這系列 終究少不了《華倫夫婦》 所以未來的安娜貝爾3呢 他們終於確定會請回 《華倫夫婦》Patrick Wilson 還有Rio of Amiga 來演出 那這也是《華倫夫婦》第一次出現在 《不是烈英宅》本傳的電影裡面 除了《鬼修女》後面那一段 還有以前的一些彩蛋之類的 根據導演蓋瑞道博曼和瘟子仁 在動漫獎上透露的消息呢 這是故事會回到《烈英宅》第一集之前 安娜貝爾進駐華倫家之後發生的一連串驚悚事件 安娜貝爾還會召集其他在華倫家中被封印的惡靈 一起出來搗亂 這集被形容成很像是安娜貝爾版的博物館精魂也 令人期待的是這集的核心會是華倫夫婦的女兒Judy 像會由McKenna Grace來飾演 就是最近在《鬼入侵》裡面飾演CL的演員 另外大家應該有注意到她是小時候版本的驚奇隊長 她還和美國隊長一起演過《天才的禮物》 是個演技非常堅強的小演員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影視消息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對這禮拜的新聞有怎樣的想法 或是你期不期待安娜貝爾3這部電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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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